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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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企业因为广州或者深圳的成本太高而有意搬迁 但是更重要的还是说到消费 我们知道现在中国正是转型向着消费型的国家转变 所以目的是要提高民众的消费水平 那么从目前的政策来看 主要的政策重心就是旅游和消费业 其目的自然也是服务中国未来的经济结构 但其实我们知道海南早在90年代的时候 就已经享受了特殊的政策 中国当时第一桶地产上面的第一桶金 就来自于海南 但是由于当时是缺乏工业基础 以及当时海南缺乏人才储备 因此它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 那么从现在来看的话 目前国家的政策极有可能将会发展 或者是开放博彩业 甚至于是赛马博彩 所以甚至开始会少量涉足到澳门的优务 所以如果未来能够在货币上有限的实现自由对话 以及在信息和网络上的实现有限的自由开放 那么将会吸引更多的资金和国际投资者的参与 毕竟我们知道与澳门小小的一个城市相比 海南的地域面积要大得多 所以如果我们看到未来 海南如果有实实在在的项目落地的话 那么必定能够带动中国另一波股市的上涨 好了说完这个海南的话题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咱们很多朋友们都有这么一个感觉 就是说外面的世界变化似乎很快 自己一旦上了年纪之后呢 都会担心跟不上外面的世界 其实很多人都会有这个想法 我觉得呢其实大可不必 可能我们的很多的客户也好 朋友们也好 年纪可能稍微比较成熟一些 感觉上呢这个世界你好像三天不看一周不看 出现的新闻自己就看不懂一样 但是在我看来的话 如果我们刻意地去追外面的大世界 很容易把自己搞得很累 疲惫不堪 其实与其去追逐外面的大世界 还不如盯着我们自己的小世界 所谓自己的小世界呢 就是说的咱们是自己的这个叫做 周边的亲朋好友 自己的生活圈和朋友圈 只有在自己的小世界中 我们活得会相对自在一些 像现在最近几年比较火热的像什么 区域链 包括了像虚拟经济 共享经济 这个人工智能 或者是像VR等等 这些技术听起来都高到上 但是呢真正追求它们呢 在我看来呢 却是资本和贪婪的人心 咱们大部分人生活的 还是回归到那些老的东西 电视冰箱洗衣机电话电脑 等等这些东西 所以说放在交易上 我想说的事也是一样 在金融市场里面呢 有成千上万种不同的产品 但是我们关注的 不需要全部都去关注 只需要把我们小小世界中 自己所关心 所感兴趣的那五六七八种 甚至于最多不超过十种 平时有兴趣的时候 看一看就足够了 还是那句话 永远不要被外界牵引着走 一定要呢 自己引导自己的小世界 这个呢就是我的观点 好了 今天晚上六点半的时候呢 英国会发布他们的 失业率数据以及的平均工人实新数据 到了晚上十点三十分 美国会发布他们的新屋建造许可证 因此今天晚上呢 对于英镑来说 重点需要关注一下 感谢您收看 今天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观看 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